司马懿为何非要害死张河 因为他在朝堂之上干了一件事 赵运邓之率领的一兵经过邪谷道 浩浩荡荡地进军 扬言要进攻长安附近的煤线 由于诸葛亮的高调宣传 蜀汉军队要从邪谷道夺取煤线的消息 几乎人人皆知 魏都 洛阳 魏国哨兵 报陛下 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进军邪谷道 意图攻取煤线 前锋部队乃是蜀汉镇东将军赵运 魏明帝曹睿 一灵之战才过去多久 诸葛亮居然敢主动挑衅大魏 这十次取灭亡 罪而小伯 不自量力 谁可率军前去击退诸葛亮 保我大魏安宁 大将军曹真 陛下 末将愿望 魏明帝曹睿 好 你都都关有地区各军十万 前去击退赵远 属汉自一灵之战以后 剩下的不过残兵败将 朕相信以你这十万大军 击败诸葛亮不难 大将军曹真 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诸葛亮堂必当彻 不自量力 臣必让他有来误会 曹真走后不久 魏明帝曹睿又收到司马懿来信 承述其先斩后奏 讨伐孟达之事 孝道 先帝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 将东三郡都交给他管理 先帝让孟达做封将大力 对他可谓厚爱 朕没想到孟达小子 却被诸葛亮策反 背叛大魏 实在是辜负了先帝对他的期望呀 难怪诸葛亮有底气进攻大魏 原来已经策反孟达了 左将军张合 陛下 末将愿意率军讨伐孟达 为陛下平定叛变 为明帝曹睿 不用 司马懿已经先斩后奏 率军平叛了 朕估计这时候 司马懿已经和孟达打起来了 左将军张合 陛下 恕末将之言 孟达不足为惧 给末将三万兵马 一月之内 末将也能打败孟达 比起孟达 更可怕的是先斩后奏的司马懿 一末将看 应当立即下旨宣司马懿来洛阳 以致其先斩后奏之罪 另派一将去接管司马懿的军队 为明帝曹睿 司马懿先斩后奏也是为了大魏设计 他若能迅速平定孟达叛乱 也算是将功者罪 司马懿在奏折中已经和朕解释清楚了 他先斩后奏也是情有可原 司马懿在晚城 朕在洛阳 晚城距离洛阳八百里 距离新城一千二百里 假如司马懿选择得道阵的允许才去讨伐孟达 前后耽误最少一个月 孟达有着一个月时间准备 大魏反而难以平定叛乱了 司马懿先斩后奏 直接调前晚城附近兵马去讨伐孟达 也是为了打孟达一个措手不及 左将军张和 话虽如此 五帝曹操曾言 司马懿有狼固之下 可以使用他 但是不可以给予他兵权 陛下 司马懿不得不防押 为明帝曹睿 用人募疑 疑人不用 张将军不用担忧 朕自有分寸 左将军张和 陛下盛名 由于张和与曹睿这番对话 并非秘密一事 而是朝堂上的公开讨论 在朝中 自然有司马懿的眼线 将此事暗中告诉了司马懿 司马懿表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在想 张和居然挑拨离间 我一定要设法把他除去 这边曹真到达长安以后 迅速调及十万大军 向击鼓方向进军 但是由于赵云部已经抢先占据击鼓 曹真大军只得驻扎在梅县 曹真派出一部分先前部队与赵云站于击鼓 但是赵云拒据鼓手 曹真没有站到变异 但是赵云也不主动进攻曹真 双方在击鼓对峙多时 诸葛亮那边 则亲率五万大军突袭齐山 当初 魏国朝平认为汉昭烈帝刘备死后几年 蜀汉都没有动静 认为蜀汉已经是一决不振不足为惧 因此放松了对蜀汉的防备 诸葛亮的部队突然出现在齐山 魏国最精锐的十万关中大军又远在梅县 隆西地区防守空虚 齐山附近郡县官吏和民众都感到恐惧 诸葛亮大军一到 南安太守率先不战而降 诸葛亮让他依旧担任太守之职 率军西进入侵隆西郡 之后天水太守弃城而逃 安定太守一投降熟汉 雍州刺史郭怀退守上规待远 自此 隆西五郡 已经被诸葛亮兵不学任夺取三郡 只有广卫郡和隆西郡拒步投降 欢迎讨论